可以嗎? 是這樣的,來吧 來吧,來吧 阿… 保住了… 保住了… 可以嗎? 保住了,保住了 保住了,保住了 這裡用手機下單 下單後就會用小列車沿著這條路 把餐送到我面前 哇… 登登 它到了之後就會自己停車 由下單到送餐都全自動化 我覺得真的很乾淨 但重點是很好玩 我今天就特意點了 這個人氣牛肉三興套餐 一次過可以試試三種牛肉 有牛小排、牛肩甲 還有牛五花 一次過滿足三個願望 適合選擇困難症的人 哇…一邊燒的時候 它的肉汁和油花不斷滴出來 不斷滴進去炸炸 好了,我不客氣了 嗯… 它這個牛小排可以說是半肥瘦 它咬下去的時候 肉質很軟和很汁 就算這樣放在這裡 你看到它上面的脂肪分布 都很平均 好像我一樣的半肥瘦 先嘗試它的牛肩甲 這個牛肩甲 我平時都是比較少吃的 而且我知道它這裡有自家製的七款不同醬料 讓我嘗試燒肉汁 先嘗試一下 哇…牛肩甲和剛才的牛小排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這個部位是經常做運動 所以它的脂肪也是比較少 所以肉質咬下去 因為是比較實淨 有照顧 而且牛肉味是濃很多 如果不喜歡吃太油膩的朋友 這個部位就適合了 而且它點完這個燒汁之後 我覺得它的肉味是再突出了 因為其實它的燒汁 它不是像外面那些 那麼濃、那麼濃、很鹹的 它是淡的鹹味 我覺得是剛剛好 讓我嘗試它這個牛五花 平時豬五花也是吃得多 牛五花我真的比較少吃 嗯… 這個牛五花它的肉質真的很軟 而且你一咬進口的時候 你咬進肉裡 它的汁會爆出來 它是比之前那兩隻牛肉 它的油花的感覺是再香一點 油脂是再多一點 這個韓式辣醬我覺得不會好辣 比我想像中無感辣 因為我平時外面吃韓國菜 那些辣是超級辣的 它加進牛肉裡 好像有點點綴 沒有那麼單調的牛肉 讓我先嘗試韓牛雜菜湯 最喜歡喝湯 吃了這麼多肉之後 其實是有點膩的 喝這個湯 我覺得是喉嚨很舒服 可以舒緩那個油膩感 其實一人餐都不一定要一個人來的 可以一起用三五支的 一起嘗試更多款不同的肉 嗎 再見 看到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